没想到每个衣服都能发财 运气来了当都当不住 这是两块银元啊 我不懂 那你这是咋来了呀 说实我今年没挣多钱 但是呢这该过年了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要给自己买事一样 过年穿 然后我上到衣服店了 看到有个欧正高特价了 我起研看见 偷一个人家正跟他事一样 剩手叫他自己抖里面的 这两样东西 转到他那个欧里面的 他穿上衣服 他跟他逼我逼我逼我半年 他妥了 他忘了逃出来 我一看那个人搭扮呀 穿一搭扮 这他不是一般人 我感觉他有欠 我当时我他一走门 我都尴尬穿上这个衣服 虽然有点不合时 不合时 但是我给老板说 这个多少钱 我保下来 赶快李妈都大宝 牛头都出 这是我第一次 没人不带给你高价钱的 李妈大宝 付钱中人 你那意思是说 这个捡了别人的银员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别人呢 江国志 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银国 今天 以前我重压了银 今天就是我得到了国 都改我发表比赛 我也不投 我也不强了 我为什么要放给他 可能老干 你对这个银员的价值不太了解 首先啊 两个都是留二的23年的穿样 23年的穿样啊 在穿样里面是最便宜的 那不可能 我看着那个人的穿着 一桌打扮 他都不是说那穷人的样子 这杂说一个呢 是几百块 几百块 我估计他也不在乎 就是有钱人 对不对 再说了 我得到这几百块 早也给我买羊了 老哥 可能你对医院不了解 虽然说啊 我刚才说 23年啊 是穿样里面最便宜的啊 这确实不佳 但是他有对比性的 如果你要说 以妹21年的穿样啊 MS62的 那一个都得大几万 小十万了 这么贵吗 那我这得值多少钱 你这个啊 看您的评项吧 你这个的话 留二 给了粉还可以 虽然说有一些六桶痕迹啊 但是整体状态也不错 然后有一些蛋黄柴保浆 广度也可以 背面的柴也很漂亮 这个我能给你 鼓到一千多一个 一千多一个 嗯对 我的天呀 那我这又赚一笔啊 然后再看这个吧 这个是 也是MS62 但是您这个 没有这个保浆漂亮 它的价位啊 也一样 但是有一个 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一个标注的曲笔画 曲笔画 就这个总化民国 这个花子往上调 然后您看这个 这个并没有往上调 这个曲笔画 输一个小班 整个人来说啊 它会价格一百块钱上下 但是您这个保浆好看 也会价一百块钱上下 它两个价位啊 都差不多 我能给你 鼓到两千四五 都没问题 而且这是回头价 如果是卖价的话 肯定会更高 一个两千四五吗 两个 两个两千四五 嗯对 哎呀 那这位 我也是赚来不少呀 我过年 我又就纠合了 嗯 是这样老哥 这个价值并不低 并不是你敢来 想来持几百块钱 你想想 就要你有几千万钱的东西 你肯定也找自己 这是起义 千万的话 店铺里面都有实验头 你何必闹的很难看的 你还不如早点还给人家 说不定人家要谢谢你 给你报个几百块钱的红毛呢 哎呀 老板 我这个人啊 就认识你 嗯 改我法的菜 我绝对不会放过 再说了 我也没头 也没墙 这就改我的菜 我绝对不会再翻给他 是这样 市井部门也是咱 总华民族的 传统媒得啊 我建议你啊 还是翻给他 哎 你不熟都算了 我绝对不会翻给他 我建议你啊